嗨,大家好,我们又来了 然后这次我们准备做一个三月份的爱物分享 不知道大家看到我们的二月份没有 我们会把二月份的link放在下面 大家如果没有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二月份的最爱小物分享 那么废话不多说,你先开始吧 OK,我先开始 那我先讲一个彩妆品好了 这是香奈儿他们家出的一个纯彩笔 它的名字叫Jumbo Longwear Lip Crayon 我用的颜色是9号,叫Beige Rose 给大家做一个swatch 然后是这个颜色,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它蛮natural的,对 因为我现在不是每天的化妆 有的时候脸色就感觉比较暗沉 所以当你又晒黑了 对,然后我又晒的,最近晒的比较黑一点 所以我会擦一点这种比较nudy的颜色去提一下神 这个唇笔真的非常的好用 它擦在嘴上一点都不会黏 而且非常的保湿 有的时候白天的时候 我就把这支笔就当成唇膏 唇膏在擦 因为这个很保湿 擦在嘴上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东西在嘴上 香奈儿家的化妆品就是有的时候好 有的时候不好 可是它们的包装packaging永远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看 它们的包装package 一直是这个样子吗? 对,可是就比如说像倩碧的他们家的chubby steak 就是粗粗的或者塑料的感觉比较便宜 可是他们家这个就做的非常的sleek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用小包包 把一个这种比放到小包包里也不会占位置 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其他颜色就是这个 这是今年新出的吗? 对,这是春天新出的 那我第一个要分享的是一个精华液 是韩国买的 叫Hydro B5 Smoother 长成这样 国内好像是叫做B5玻尿酸精华液 之前其实一直是我一个干皮朋友推荐给我的 它说很适合它 因为我去年去韩国 所以我就入了一个 但因为一直觉得适合干皮 所以我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一天找到拿用下 结果还蛮惊喜的 这个就是它不是很粘稠 质地就很清爽 你要不试一下 我还蛮喜欢这个 就一个pump 就是这样过去以后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哇好水啊 就很水 我觉得不仅是个干皮 就是我觉得 像我混合皮也挺好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一抹到 你也不觉得很水润 很水润 一点都不黏 对对对 而且拍特别干 这有的时候你拍完之后 手指也都吸收了 对 拍完之后立马上妆 我就会觉得 像有些可以拍完之后 你上脸 你可能得等个几分钟 它才会慢慢消掉去 然后就黏黏的感觉 脸上 但这个一点都不会 不错 对 然后很保湿 很补水 一点不黏 然后你有没有觉得QQ的摸去 就是那种 对 我还觉得蛮 对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我觉得蛮好的 这是它的新包装 它就是变成这样按压式的了 我觉得按压式的太好了 比较卫生这样 不像那个滴管那一个 然后性价比比较高 这个 但网上说这个 还有据说有抗衰老的效果 我目前没有感觉 因为你还是个少女 谢谢 然后我就觉得 够水润就已经够了 然后它每次只要一按一次 就可以整张脸 就基本上够用了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冬天特别适合 不错 你看现在试一试 我觉得摸完以后 主要是它就很清爽 而且变滑了 对对 不错 我第二个想分享的呢 是一个粉底液的刷子 是长这样子的 是Hourglass他们家的这一款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这个的毛就是特别特别的软 它的毛也是非常的dense 很多 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 用Beauty Blender去上粉底液 可是有些粉底液 我觉得太厚了 尤其是比较high coverage的 比如说呢 就很多 比如说什么 I See Lauder 他们家的double wear 就很厚 对就很厚 对就很难推开 对就很难推开 用Beauty Blender 然后我最近在试用一个 Covergirl他们家的foundation 我当时用了Beauty Blender以后 就整个就跟一个 躺颈露一样 就根本拍不开 就是一块一块的 可是我用了这个刷子 就是非常容易把所有的foundation 都可以把它blend开 我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给厚一点 就是高 遮瑕率高的foundation 用会比较好 这个刷子 它不是那种平的 它是有点斜角的那种的 对 特别适合上foundation这样的 对或者我觉得修容也ok 拿这个如果就是 修一下contour啊 或者就是那种powder bronzer 或者cream bronzer都可以用 真的很软呢 这个毛质感觉就特别好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的size也特别好 它不是一个travel size 可是我觉得就是握起来 就很有grip的感觉 就是其实也没有很长 就很节省空间 就是这个size也是特别棒 然后质感看就特别高档的感觉 你不觉得吗 所有的包装都长这样 但就是它包装也是跟神鸟一样 就一直是这样一个package不变 但是就很高级 对很高级 就比如说我现在用开架式的粉底液 就是用上这个刷子以后 还是觉得自己很高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这个 就是你看毛没有特别长 这样短了以后就不容易变 压上可能就比较好除 beauty brand的比较软 对就要拍 反正我很喜欢这个现在 那我第二样要分享的 其实还是一个skin care 就是护肤品的东西 它是The Belief的叫Aquabomb 叫水弹 补水炸弹 是长这样 一听就得很好用了 它们package其实也很好看 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一心一意在做补水的一款面霜 然后它分两种 一个像我这个是适合混合皮肤和油皮的 另外一个是适合干皮的 它们包装就是还可以叫很简单的一个 看起来也挺高档的样子 打开之后呢 它是这种蓝色的质地 fexture 然后味道也好香 是胶状的 对闻起来有一种那种柑橘味 或者有香草味道 然后对长这样 然后它里面是蓝色的一个胶状质地 然后你弄一点上去就是也是水水的 你要不试一下 就是 很轻薄 对很轻薄 它是一个这种质地比较轻薄的 你在哪里买的这个 在face shop有看到 face shop有卖的 对对它这个是韩国的牌子 它是LG公司旗下的 然后后来就是合作那个 Hole那个是同一个公司的 然后我就觉得它特别补水 特别滋润 就拍拍就这么就干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晚上用 因为它其实是有点黏黏的 它这跟这个精华光是变霜 它没有吸收那么快 但是拍完之后 我是觉得就是水水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款就是比较良心 然后价钱也没有很贵 这个也就是 我们这边是卖47块加币 对 然后它号称是说 这个补水能保持26个小时 然后它还是有纯植物的配方 据说孕妇也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要再生孩子下去的话 别揍我了 别揍我了 别送你这个给你 别揍我了 我三月份就一直在用这一个特别好用 对 特别补水 我觉得韩国人他们太会做恢复品了 而且我觉得像韩国人 其实他们stink care 应该是比较适合亚洲人的做的 对 然后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开架式的腮红 是Melanie他们家这个牌子 我从来没有用过Melanie他们家的任何东西 然后我是那天逛街 我就被它的这个形状 这个design给吸引住了 它是一个花朵的样子 很好看 就我觉得这个把它放在柜台上 完全会吸引到人 然后我觉得它有没有像Chanel 它每年都会出的高光 我们俩也有 你记得吗 对对对 也是那种花的这种 对对对 我觉得可是Melanie他们家性价比 真是太高了 这个我记得10块9毛9我买的时候 我好像是 我也忘了 反正差不多 对Wormat就我买 我是在Wormat看见的 对对对对 然后呢我用的颜色是1号 叫Romantic Rose 就是比较自然 就是没有特别粉 就比较接近肤色的颜色 对然后我swatch一下在这个地方 就是非常适合淡妆 然后它的粉质也是特别的好 它的粉质就是特别的creamy 然后你看 好容易上芒 很容易上色 而且我觉得可是像就这个颜色来讲 不怕擦 弄多 弄多 因为就是这种淡淡的颜色 会给脸上一点点的就是颜色 会感觉到特别的自然 我脸上现在就擦的这个腮黄 我觉得很好看 而且我觉得开架是有很少的东西 是放在化妆台上会很好看 对对对 可是这个就是很好看 这个放在化妆台上就是非常的精致 非常女人的一款 虽然它的这个包装是塑料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塑料也是做的非常的有质 质感挺好的 非常的有质感 不是那种比较cheap的 这个size也是非常好的 你拿这个刷子这么一刷 一擦就是非常好用 那我第三个要讲的也还是继续是护肤 哇你三月是在干嘛 我一直在护肤 那你才是个马一直在化妆 对不对 我要讲的是这个doctor judge的面膜 我之前面膜终于之前家里同货用完了 然后我在网上也做了蛮多功课之后 有人就说这个doctor judge的面膜特别好用 所以我一开始是先订了这一个绿色的这个 这个来试一试 然后结果发现哇真的特别好用 也是补水的 对它叫补水药丸面膜长成这个样子 我也听到它比较这个面膜挺好用 面膜挺好用对 然后我觉得它比较好的是 首先拿到以后它的质感就特别好 它摸去是我们油皮纸的质感 然后深层保湿 一听就是很好用的东西 打开以后会发现这个里面有精华特别足 我打开以后就把这撕开以后 我没有把面 我不会把面膜先拿出来 我会先把精华都挤出来 然后先要拍在脸上 然后再敷这个面膜 然后我就发现这里面精华特别足 敷完整张脸之后 然后这个面膜还是就比较水润 然后把面膜拿出来以后 就是面膜其实质感也特别的薄 它特别薄 特别服贴脸 然后据说这个是有医学保湿成分 并且添加了植物杀菌剂 还有镇定的功效 对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夏天大家有被晒伤 伤回家以后敷一个 所以这也有叫急救面膜 然后这个我用了两天以后 我觉得不错之后 我又订了另外的这两盒 也是他们家比较有名的药丸面膜 这个好像就是就叫 Clear 你又不长痘 我长得到其实我会长得到 我长得还蛮严重的 有的时候 对就最近还 就是护肤做的还不错 我就决定试试这两个 一个也是保湿 一个是急救的 对如果做的好的话 下次我带大家跟大家推荐 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呢 是我2月份的时候 去旅行的时候带着 然后当然带着孩子去旅行 不可能会把一本书读完 所以呢 我3月份的时候呢 就截着读完了 就对 把它截着读完了 这本书叫 The Woman in Cabin 10 是长这样子的 翻译成中文叫做 在10号包厢的女人吗 对 对 虽然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中文的 就真的翻译 可是就是用英语 就是直接递过来 就是对 是长这样子 这本书好像是属于 Best the Ten 就一直我在Indigo去 就有放到 龙头那个section OK 其实因为这本书呢 当时是打六折 所以我才买的 这本书就是 悬疑小说 我觉得我今年 最近我读的第二本 悬疑小说了 然后这本书呢 它的惊恐 它没有 像有一本书叫 Before I Go Sleep 就是像很多 就是很多惊恐小说 就是你读完了以后 起码对我来讲 我会一直去想 就会好像 Hunt me 就会 让我想个几天 让我觉得 好害怕 如果这种事 发生在我身上 怎么怎么样 可是这本书就不会 这本书也是有 里面有很多的twist 里面也是很惊恐 可是 就是你读完了以后 不会让你再去 恐惧个一两天 就是一个比较 Easy read的那种感觉 我给大家先讲一个 Summary吧 就是一个女孩子 她叫Lauren 她是一个旅游杂志的编辑 然后呢 她的老板呢 就给她了一个 很大的机会去 报道一个很豪华的 一个船 游轮 游轮 对 一个cruise 然后呢 游轮上呢 就会有很多 就是很 很有权威的人在上面 她必须要 就是打好关系 要把报道写好 可是她去的第一天晚上 她发现她忘记戴睫毛膏 她就去了包厢10号 去敲门 去问人家借睫毛膏 然后那女生就给她了 她为什么一定要脱睫毛膏呢 因为化妆嘛 因为她晚上就是有一个 很好的 一个party 她就忽然忘记睫毛膏 她去拿睫毛膏 借完睫毛膏以后 这个女生就消失了 她就再也没有看到 这个女生在这个船上 然后呢 第一天晚上她回去的时候 她就看见 有一个尸体 丢到海里 然后 梁台上 也是有血 然后她就会觉得 是那个女生被杀了 她就告知了 就是船上的 所有人 不是 告知船上的security 可是没有人相信她 因为 这个女生有 吃一些精神病的药 帮助精神病的药 所以她们觉得 这是她的幻觉而已 对 觉得她只是在 就是说 让大家都想注意她 是编出来的故事 然后 我已经开始毛骨送人了 真的你有看 哦真的 我有开始 然后呢 我给大家 一点 就是 spoiler 在这个船上 最后死了两个人 然后呢 这个女生被 就是 关起来 还被 就是 饿 就是不给她饭吃 就是为了让她 不要再跟别人讲 说有人被杀了 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本书还蛮好看的 可以介绍给大家 而且书店现在在打折 这个结局很好 这个结局 它不是出人意料吗 就刚告诉我 这个也有出人意料 大家可以截图 然后 在淘宝上 或去北美的小朋友 和你在书店里面找 然后我要讲的第四样 其实也是一本书 但是我没有买书 我用的是Kindle 我要介绍这本书呢 是A man called Ovi 中文名叫做 一个叫欧为的男人 决定去死了 然后我知道 当时我看到这本书 没必要吧 我觉得这本书 就是名字写得很直白 感觉我们两个是很黑暗的女生 对对对 但是它是这样一本书 不知道你们看清楚 对 我会放一个照片 在这 就是真实的版书 今年它这个电影 其实是 就是齐名了奥斯卡 最佳外语篇的 它这本书是 瑞士的一个作者写的 然后讲的也是 瑞士一个老头子 然后当时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也是在网上 微博上推荐一个 一个读书的 一个微博上推荐的 很多人都说好看 我也就拿出来看了 它是本很温馨的书 讲的就是有个叫 欧为老头 它是一个非常古怪 有怪癖的老头 像Share的那种的 然后他有自己的一种偏执 可能我们作为第三者来看 他们觉得 他们好cute 会怎么样 但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跟这种人相处 就会很烦 把案件说回 然后讲一开始 它是以道序的手法 讲这人现在 他就是一个偏执人 他想去死 他尝试了很多种方法 后面慢慢就开始讲 他一直就是各种 因为各种邻居 这些纷争 找他帮忙 没有死成 然后后面慢慢讲 他为什么会这样 变成这样 他想去死 然后最后发现到的是 因为他很爱他的妻子 他让他妻子怀孕之后 有一次他和他妻子 出去旅游的时候 然后发生了车祸 然后他妻子下半身 就瘫痪了之后 然后因为后来扩散 还是什么就死了 所以他其实很爱他的妻子 然后决定陪他去死 对 然后还讲了一些 就是他最后没有 自杀没有死成的原因 是因为邻居 有很多人都来找他 然后他就是 虽然他是个 有自己坚持 很坚持自己原则的人 但是他其实是那种 内心很温暖的 他愿意去帮助邻居 他把整个community 就是社区维护得很好 其实就是那种 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其实你身边 像我一样 你能看到很多 我觉得像我们父辈的影子 在里面 他们有自己的一些 他们跟着社会完全脱节 就是也没有完全脱节 就是不太是一些 心和气 他们有自己的坚持 有的时候你会 complain这样的人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为什么不用歇 但是看完以后 你会觉得 它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故事 我的最后一个favorite 是一个fashion piece 是一个product的包包 是长相 好漂亮啊 这个包包是个丝绒的品质 我是 其实我很想要一个丝绒的一个 就今年很火啊 就2016年年 其实我觉得冬天 多多少少的designer 都会出一点丝绒 因为看着很温暖的感觉 就是对 然后可能三月 因为三月份多伦多还是比较冷 然后我就是 是很冷 可能脏了三月份多冷吧 那个零下十五 所以呢 想说能尽量用它就用它 然后一般 我只要不带我女儿出去的话 我会用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比较小啦 是长这样子 然后呢 它上面有些星星啊 有些 这种很复古的感觉 其实它里边说实话哈 就是 而且它的hardware 做的都是很沉 就很配这个 velvet这个finish 然后反正它的hardware 我觉得做的都是比较好的 黑金 然后其实这个包包 装不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平时出门 就是拿两 手机卡 手机装不进去 我一般就是放两个卡包 然后再加一个这个 我刚刚提过的香奈儿的这个 那么想让手机怎么办 手机放口袋里 这样子 这个包包 我最近它就是蛮经常用的 想说趁冬天来之前 能多用就赶紧把它用一下 对对对对 然后就长得很轻啊 其实这个包包 我觉得这个配大衣 配靴子都是很好 我觉得配大衣会很有feu 配个粗跟的鞋子 对对 而且有的时候我就拿手这么拿着 也不背了 然后最后一个我都不太拿得出手 你知道吗 因为它pose这么高档一个东西 然后我要来一个很low的 low的也是一个包 不是很low是很 就是可以说是平价 对对 所以我真的以为是Fendi 我想说是这一个 Long Shampoo的包 加这一个袋子 我觉得这是袋子 我说这个袋子 我以为是Fendi 对 它袋子是 是做成这样子 就很精致 很多大牌都快出 粗的肩带嘛 然后Fendi出了一款 很像这一款的这个 就Fendi买不起嘛 一千多块钱一个 还是加币 然后那天我在Zara逛街 这Zara的 对 这是Zara的 看到这样一个肩带 它加 它感觉还蛮贵的 它其实也加的是一个丝绒的包 然后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根肩带 当时我是因为这根肩带 你就把肩带给偷了 你把包放在里面 你去偷人家肩带 是不是 然后我就 我的肩带买回来了 就整个抛个肩带买回来了 那包呢 包在我closet里面 哎你早知道我就不买这个了吗 对 那问题我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一直在找 我可以和这个肩带配的包 后来发现Longchamp这个颜色 其实和这个还蛮配的 蓝的和粉的 我就上个月一直上班的时候 就在背这个包 加上冬天那个 就是手套 我已经手得特别多 所以我就选了个大包这样 我突然发现Longchamp 其实除了旅游之后 上班也很好背 这身重量也不重 然后就这样背着 就是还蛮好的 我主要我想说的是这个肩带 对 就是性价比特别高 如果你只想抓一个fashion的 而且它的details很多 你看这边 很低调对 这边还有蛇皮的感觉 对 就是应该不是蛇皮了 可是我觉得这边就还有蛇皮的 它质量真的不差 这一个 很好 对 而且好像只卖50块加币的样子 还有一个包给你 就差不多200块人民币 我真的觉得当时 我觉得这一根肩带 差不多就值这个价 所以当时好被我遇得买了 后来很多朋友想买 基本上都已经solt out了这个 好看 这就是我们三月最爱小物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如果你们还想看我们 关于一些别的介绍的话 你们可以放在下面 我们会尽量录一些 大家想看的一些主题在里面 对 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 你们看的时候 可以跟我们谈平尽情的谈吧 我们俩其实已经不care了 对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 我们会尽量多出一点视频 不会每周 我们会尽量多po一点 每周一到两个的视频 尽量 所有都是尽量 对对 希望大家喜欢啦 对 那么这就是今天所有啦 那下回见啦 拜拜